解析来龙去脉 厘清盘根错节 热点聚焦 带您聚焦热点事件 探求新闻真相 近日某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职业 叫做地摊女友 地摊女友明码标价 抱一下一块钱 亲一下十块钱 牵手两块钱 逛街十块钱 看电影十五块钱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从事这种职业 这种所谓的职业究竟违法吗 今天的热点聚焦 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从事这个职业的 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她们没有什么文化学历 也不肯进工厂拧螺丝 也就是说不肯花力气 去做一份相对来说踏实的工作 于是她们脑子一转 就想到了这么一个 又轻松又不累的职业 做地摊女友 这些漂亮女孩 都是化着妆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拿着一张大大的价目表 在人多的闹市区摆地摊 她们是或者坐着 或者站在路边 等待生意上门 有的时候生意还挺不错 除了报一下一块钱 清一下十块钱 牵手两块钱 逛街十块钱 看电影十五块钱 还有一种啊 就是项目服务的比较多的 就是可以帮助做家务 陪同散步 聊天 玩游戏 看电影聚会等等 简直是无所不能 而且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收费标准 在某商场的附近 就有两名男子前来消费 旁边呢 还有一重任为官 既然这么闯快的话 那咱加个微信吧 我都没有 我真的稍准备了 这视频当中的男子 和地摊女友互动啊 这些女子和男友拥抱啊 这男友是带引号的 所谓的啊 拥抱亲吻 其中的一名女子 更是直接将胸部 贴在了男子的身上 引得现场围观的群众 阵阵尖叫 有网友帮他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一天拥抱200个人 就是200块钱 一个月呢 就是6000块钱 这个职业确实来钱快 不过网友 对于这样的现象 褒贬不一 有的人说啊 这种低俗行为 简直是在恶意挑战 社会的宫序良俗 这些地摊女友的行为 已经超出了 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我们的城市 需要健康 正能量的文化氛围 而不是这种低俗 肮脏的乱象 有的网友说啊 这种职业是一种创新 明码标价又不犯法 不过呢 这些女孩子 胆可是真够大的啊 提供聚会 做家务这类的服务 环境比较危险 也有的人说呢 可能他们是被生活所迫吧 不能够戴有色眼镜 一概的否定 上纲上线 只要不违法乱计 那么对这种新型职业 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我们先来听一听 婚姻家庭咨询师 张一文的观点 抛开动机不谈 仅从形式上 我觉得这种行为 是自我物化 商品化的呈现 或许因为就业市场萎靡 又无依无靠 不得已选择了 以低摊女友的方式 赚钱养家 又或许这是他认为 不用付出太多辛苦 又能赚钱的最好方法 虽说是明码标价 但由于他出售的 拥抱亲门等商品的特殊性 这里面还是存在着 很大的风险的 传染病 闲猪手 都是轻的 他还提供做家务这项服务 就必须去到对方的家里 客户呢 又大多部分都是男性 到时候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柔弱的女子 又如何防范危险的发生 不受侵害呢 不过既然他们想从事这个职业 肯定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各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会考虑到 且是他们个人可以承受的 那么这种所谓的新兴职业 到底合法吗 我们来听听 北京市家卫律所律师 邓旭的介绍 这种行为呢 我认为是违反了 我们社会的公序良俗的 那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 违反公序良俗的 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 所以这种民事活动 一旦发生了纠纷 是难以有效维权的 同时呢 这种行为还涉嫌了 其他的一些违法 比如说摆地摊的这种行为 按照深圳经济特区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呢 严禁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以及两侧 人行天桥 人行隧道和其他公共场所 摆摊设点呢 那么我们北京和江苏 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同时呢 像摆摊这样的行为 在学校或者商场 这些公共场所周围 还可能扰乱公共秩序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罢法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这也许是这些女孩子们的自由 但是这样的行为 确实会带来不少的社会问题 邓旭律师介绍说 就地摊女友所涉及的行为来说 比如说拥抱和亲吻 比较亲密 但是还不属于性行为的范畴 像聊天打游戏逛街这些行为呢 还都属于正常的交往的范围 但是如果突破了界限 比如说开始进行了一些 亲吻拥抱的行为 但后续发展成为了性行为 那么就涉嫌卖淫嫖娼的问题了 同时呢 这些地摊女友的自身的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都是陌生人 人身的安全 也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 从我们国家公序良俗和社会价值观的角度上来说呢 这种行为呢 是通过迎合了人们的低级趣味 获取了报酬 如果服务的对象还是青少年 那更容易造成不良的身心影响 亲吻和拥抱这些呢 都是人表达情感的行为 将人的这种情感行为作为交换 也传递了一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破坏了我们的这种社会的公序良俗 背离了我们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 面对地摊经济的崛起 各种各样的地摊都摆起来了 地摊律师 地摊卖房 衣食住行都有 但是此类地摊女友 切不可和地摊经济混为一谈 在这个网红职业泛滥的时代 不少人为了红不惜一切代价 作为一个健全的人 还是要以勤劳致富 而不是靠无底线的炒作自己 如果没有消费群体 何来摆摊女友这个行业呢 对于从事 现在所谓的这个行业的年轻女孩子们来说 这又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我们来听婚姻家庭咨询师张一文的介绍 这个职业的性质 是将女性表达情感的肢体语言商品化 人因为有爱 从而产生了宝贵的情感 又因为有情感 自然而然的 就发生了更进一步的肢体接触 当把这些明码标价的时候 传递的是原来没有感情 只要你肯花钱 也是可以得到 像有爱情的男女那样互动的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 以这样的方式赚钱 还有人相信爱情吗 女性这些都可以买卖 她还会被珍视和尊重吗 从购买者角度看 没有爱和温度的拥抱 亲吻 陪伴 早已失去了她本来的样子 得到的不过是真实的虚假罢了 不认为他们是迫不得已 标新利益 好吃懒做 想轻松赚钱而已 就是打色情的擦边球 酒店洗盘子 工厂引螺丝 或者扫大街 都是可以去做的 他们不想去做而已 选择这种新奇的谋生手段 多半是为了能够轻松的多赚一些钱 每个人不仅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还要对这个社会负责 别去践踏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她是无价的 不该被买卖 生活不易 谁都想有尊严的活着 地摊女友的出现 其实是当代社会发展 不平衡的一个副产品 对于这些女孩子而言 社会各方力量需要适时的出台 各项政策 给予她们更多的关爱 保障 监管和教育 提升她们的生存技能 提升她们的生活幸福感 难道我们现在国家经济形势 要差到靠这种方式去生存了吗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吗 你会花一块钱 去拥抱一个你素不相似的女孩吗 据说最近在深圳 出现了这样一种新型的职业 叫做地摊女孩 它提供这样一种服务 一块钱你可以够她一下 两块钱你可以牵她的手 而花十块钱呢 你可以亲吻她一下 说是新的商机 新的畅业 于是这件事情呢 就允许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 有些人说了 她完全是凭自己在劳动创业 也没什么不妥 为了生活 为了生存嘛 还说 她这样的创业的成本是非常的低 只要一个人放一张纸就可以了 如果城管来抓的话 那也很简单 拿了纸走掉就是了 你没有什么可以伐末的 可我却不是这么看 因为我在多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班族人就跟我们说了 一个女孩子的身体是非常珍贵的 是不能轻易让人触碰的 何况现在你已经长了这么一个大姑娘了 让这么多的陌生的男子来抱你的话 不就顺利的人格吗 这好像是不知羞耻吧 难道我们现在的青年 他的思想道德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难道我们现在国家经济形势要差到 靠这种方式去生存了吗 有一样东西我觉得 最近我在电视镜头看到 我当然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在镜头看到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小人蛇 捉到那些小人蛇 有样的镜头是不应该拿出来的 在政府 为什么说家有家规国法呢 香港的法律上他们是偷盗的 但是这些小人蛇是十岁至十一二岁之间的 但是我在这里令我觉得很辛酸 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蹦下 抱着耳朵要向墙 我觉得 他偷入香港是犯了罪 捉保那些 是不是那些 就是他们想 他们不过想团聚 但是 好 你也有家规 也有国法 也要做些有尘情味的事 就是说 不要被他令珠味 向着墓墙做犯人 是不是 那个小孩而已 因为为什么呢 比他心理地有很大影响 他永远恨你香港 比起上来 扔了下海的会好些 比起上来 这个是好一级的 不过应该可以做得再好些 就是这样 这样来说 为什么不安放些东西 让他们坐下 坐下 可能他们又 不是这样的 他一拍 那些新闻记者去拍 可能他们又自己 这样 不是 你错了 全部叫他们排好队 不是排好队 不是排好队 你没有这种经验 因为你没有坐过监 我没有 这样是 所以你没有这种经验 你不见到监房里面的人 全部要蹲下 这样向场的吗 经常都 看起也有 对呀 看起也有 拍起也拍过给你看 是的 那些小孩 可不可以让他这样 还是他心理上将来会如何 这些执法有执法人的做事 是否要做得也有人情味 是 我觉得这样是绝对 令到小孩的心理有影响 是吧 所以凡事都有人情 这个世界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为什么呢 只要有今天有金腰带 那本他日没有私骸 是吧 现在的人情就是这样 又说回一件事 亚洲电视和马会合作三十年 亚洲停过的 二十多年了 停过一次的 停过一次的 第二两季 跟着之后 现在就 砰 给你一封休书 离婚 当作是自休书 他听见话 你说说三十年马上退休 帮你忙 或者是都不理 但是公司我说是 亚洲电视和马会 三十年的合作精神 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就是一纸休书都会告诉你 你是犯了七处之罪 或者犯了什么才有 现在连休书都不如 那封事怎么说 没有啊 就是说隔离台拿了两年合约 亚洲电视合约 到六月三十日期满 这么多事而已 玩完了 多简单就可以 那些人 到时读书 不论中文课本 英文课本 都教你做人念旧 有人情味 嗯 有没有读过这些书 有 有 我还记得一样 有一天我忽然间 找到 几十年前我大女 读英文的时候 我大女四十岁有很多 四十岁 你几十岁 和你同年 我二十八十 他也是二十八十 写着一篇 《 Old Cat Story》 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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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隕 喽 喽 喽 能再有合作機會 行政總裁鄭君律先生 昨天給你的信 在這裏 我覺得我很happy 收到這封信 合作這麼多年都有個交代 在這裏也多謝了我們 我們應該多謝 既然合作愉快 將來機會愉快 我們不用理他 但今天收到這封信 是有人情美的信 不是說約期滿是敢算數 沒有話可說 這是馬會的作風 為什麼我說了很多年 馬會仍然有殖民的作風存在 馬會 我沒有說錯 由於我們太喜歡說話 我不知道 有很多消息會認為 我們因為亞洲電視播澳門馬 所以令馬會觸怒馬會人高興 為什麼你不出聲呢 馬會不敢出聲 為什麼不敢出聲 你這麼大間機構 為什麼不出聲 如果他這樣說 我就考慮找律師 看看能否覺得他這樣 因為他違了馬會的章情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馬會的章情 馬會就是推廣賽馬活動 在香港及其他地方 人家播賽馬你不讓他播 我隨時找個律師看看 對啊 協助你絕對不會 放得很明顯 我們不要理 今天他能夠做出的事 是放給幾百萬人看的 大家看到這件事是怎麼做的 這班人是怎麼做的 這麼簡單 什麼人是怎麼做的 阿錫哥都說我 不是的 他說我 阿蘇 你都是 或者可能不是 就是 澳門馬的那些 那些是借相成毒的 是 他說 他說我放黑白波 中下了 你罵得人不多 一一上場 就送兩個波餅 什麼就探望 一個是黑波 一個是白波 壓了兩個波餅 做我這個地位 我們本著一件事 良心兩著去做事就行了 不用理會那件事 我們對視 並沒有對人 視錯動夠話 他說我不夠專業 老實說 我的專業資格 並非在你口中可以說到 是在哪裏呢 寫在大家公道人心 三十年內 阿叔騎馬 他老爸都在吃奶 應該是 不要說 他未出生 他老爸都在吃奶 應該是這樣 就是這樣說 說回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是 但是今後又怎樣呢 今後賽馬 我希望再有無線 希望你的主持能夠 起到這什麼作用呢 監察作用 再而執言 沒錯 為普羅大眾出道一分力 管著自己的良心 很簡單 即使 又不是他有很多固住 即使你現在有一句心聲 你可以看到馬長怎樣 史錯動說 我經常很合作 給他們訪問 嘩 你給我訪問 等於合作 我就要對你好 你有東西不掩蓋 不出聲 你給我一些貼士 我 我豈不是 他跪在那裏 可以 是嗎 我們做馬 我們有一件事對自己很開心的 就是 我們從來不因為理智 望了自己 望了自己的本分 這就是我們最值得驕慕的地方 是 是嗎 講了很多話 不用再講了 好 講 運輸處說 易通行實施頭三天 有大約16萬架車駛經清沙管制區 當局收到34宗投訴 包括車主聲稱沒有開車經過 但收到繳費通知 或者車牌 懷疑被非白動用 正在這裏調查 又說針對沒有車兩貼的車 系統會偵測車牌號碼收費 但如果影像不清晰 隧道費服務商會改為人手核對 至今發現4宗個案 涉及人手核對時出創 佔整體個案0.01% 將會退還創新的隧道費 工作暑熱警告 下星期一起實施 有地盤工人去年懷疑中暑死亡 但被列為個人疾病致死 至今仍然難以生殺賠償 組織促請政府 訂立熱疾病致死標準 否則難以執行生指引 請問問問 上星期最高氣溫升到31度 根據過往8年的天氣數據 第一個暑熱警告 最快今個月就會出現 夏天易毒 所以早點將指引推出去 等到大家有時間 真的去到剩下的時候 就有一段時間可以失眠 勞工署的遇行中暑指引 建議警告生效的時候 僱主要按勞動量 安排僱員休息 室內外都是看同一個警告 楊太的先生是泥水工人 去年在地盤地牢 回了四日工後撤死 開頭第一、二日那時 頭那天發明片已經說 那裏很焦、很熱、很辛苦 我都想不到幾天之後 會直接在那裏出事 他是在地盤逗留了超過8個斤頭 他才出事 驗室報告說 他的成因是心機感濕 但楊太說先生身體健康 而事發當日33度 懷疑他是中暑死亡 工業傷亡權益會說 室內外用同一個標準不合理 國樓、地道樓的地方 都是一個統統面界 所以在那個地方做事工人 反而是會比室內的工人更加辛苦 即是在國家的 凌智主義技術 未達到30%的情況之下 室內的工人 其實都要承受很多熱疾病的工業 組織說 勞工處從來未情報中暑死亡的個案 反而將這些個案 歸類為個人疾病 令到家屬沒辦法拿到賠償 認為有所要並出現疾病致死的標準 並且在必要的時候立法 而不是只是建議安排僱員休息 尤其是電視記者陳佳麟 康民署救生員人手持續不足 當局說會改善他們的待遇 亦會事行愈力偵測系統 協助救生員工作 康民署提交文件給立法會 說每年6至8月是泳季颇風期 預計要2千多個救生員 但由於過去3年 部分救生員因為疫情轉行 招聘持續困難 康民署會改善他們的薪酬待遇 增加約滿酬金等 挽留人才和吸引更多人入行 今年亦會在公眾泳池 試行愈力偵測系統 透過人工智能偵測泳客的動作 如果監察到有人愈力 系統會發出警告通知救生員 處方會檢視引入系統之後 怎樣影響泳池的人力需求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日本股市29,064點跌57點 澳洲股市 釋離普通股指數報 7,452點跌少於1點 微股個別發展 導致收市跌30點 納指升1% 陸瓶斯工業指數 收報33531點跌30點 標普500指數 收報4137點 升18點 納斯達克指數 收報12306點 升126點 美國通脹較預期低 導致先升後回 最多升過200幾點 但精細很快收窄 之後倒跌 共享住宿平台Airbnb 季度指引差過預期 股價跌大約一成 電動車生產商Rivian 上季虧損較預期少 早段一度急升1.3% 收市升1.8% 其他新聞 為了令碟型天線輕難化 英國有人造衛星採用新技術 它的碟型天線是積出來 不單止更輕 發射的時候還可以收起 市省運載火箭的空間 林思華說說 發射一顆人造衛星 最佔空間的是碟型天線 天線直徑越大 衛星的能力越強 但運載火箭空間有限 是個兩難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 英國的牛津太空系統 和薩里衛星科技公司 正是合作研發一款衛星 它的碟型天線是以仿織成形 以堅硬的金屬烏造成絲線 再以機器織成金屬布料 既有金屬的特性同時可以折疊 至於撐起天線的支架 採用你切捲尺的弧度設計 平時是捲起 但出的時候同時伸直 金屬布料加上彈性支架 令碟型天線變成縮骨姐一樣 放入穩載火箭的時候可以收起 在有限空間放入最大面積的天線 進入軌道之後才撐開 新型衛星預計明年發射 是一顆地球觀測衛星 這個項目獲得英國國家安全戰略投資基金之助 將會參與情報工作 加強英國的跌步能力 有先知事記者林詩華報導 明報社評 東灣後內地旅客重臨香港 政府數據顯示 近月來港的內地團 過換屬團費500元人民幣或以下的低價團 流港平均日數比疫情為短 雖然旅監局暫時沒有收到強迫救密一類投訴 但部分低價團的服務質素明顯不理想 走馬漢花之餘 導遊解說都錯誤白出 有欠專業 當局同業界需要正視情況 謀求改善 內地旅客外遊 越來越重視文化特色體驗 又剛過去的五一黃金周 反映了有關趨勢 旅遊相關行業必須與時並進 推陳出身 與此同時 特區當局也要明白 對於內地旅客而言 香港的吸引力 可不只是維廣夜景 又或救密天堂 而是有別於內地的開放多元氛圍 香港獨特性越彰顯 越能夠吸引旅客無名而來 經濟日報社評 環球新冠緊急狀態剛剛結束 社會復償仍然路漫漫 國泰航空承認 當前人力限制不少 預料運力越出年年底 只能夠全面恢復 令票價重回正常水平 全城從航企到供應商都缺人 既妨礙航線重啟 影響旅遊和周邊行業回暖 救會錯選服務質素和體驗 拖慢重拾航空樞紐地位 有必要觀商攜手 重促書解問題 在資方角度 內地勞工 是解決而未知急的重要法門 航運交通界以原譯自明指 機場優勝處是外來人員可以直入禁區 可以好像澳門一樣 以海陸路即入往返原居地 至於農方不滿底薪偏低 機場通勤時間和花費高 外國亦多的事 荷蘭就正討論額外收取行李幣 以提升地勤薪酬 航空業營運和招聘從來環化國界 逆後搶人更是有增無減 期望當局可以和僱傭雙方交出 各界都滿意的方案 支持提升全城長遠競爭力 《星島日報》社論 講到中國和加拿大互相驅逐外交官 社論指事件被2018年底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被捕還要嚴峻 勢令原本繃緊的中加關係雪上加傷 面對加拿大無理挑釁 中方正以對等反制措施應對 以免影響當前廣交朋友的內交部局 如果加國不再採取新挑釁行動 相信內交風波短期升級機會不大 在美加媒體渲染下 有獨成以加拿大人視中國為威脅或敵人 政黨趁機大打中國牌來鬧取政治本錢 加國政客政治衝動下 搞出這場外交風波 但中方克制應對 只是因應加國的措施作出對等回應 沒有作出過火行動 因為日後中國全方委積極開展外交 以柔和姿態掛募朋友圈 爭取他們維護現有產業供應鏈 避免脫勾斷鏈 突破美國的圍堵網 中方克制應對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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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配空暗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 京本早晨 我是林善宇 今朝有眉雨 出門 ul記得放回霹 Phil 我們先看外面的天式 黃昔月見到今天應該是多雲 而且天都沒有太陽光 天文台說今天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微雨 最高气温大约25度 吹黄湾东风 初时风势清净 明天有几阵骚雨 側门期间有骚雨和雷暴 天气讲到这里了 近月政府多次批评的明报专止漫画 星期日起停击 明报今天刊登的专止漫画 关于内地平价旅行团 编辑部同时发片案 宣布专止漫画星期日起停刊 感谢专止40年来一起见证时代变迁 但未有解释停刊原因 专止80年代初开始 为明报划讽刺时弊的漫画 到去年起多次被官方公开批评 内容荒谬 偏离事实和抹黑政府 最近一次是今个星期二 漫画讽刺政府的区议会改革方案 文青局局长莫美娟严厉演习 或明报有违传媒独得 扭曲解读方案内容 是政治凌鸽道德的行为 警方检走国伤之处作为政策 控告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创作雕塑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 去信要求保安局完成检控之后 密规完整 高志活在信中提到 国伤之处是他的私人财产 用来纪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 并不是用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超过25年前 他同意外借香港展出 亦获当局准退署了 从未要求移走 高志活认为 现时的指控完全荒谬 要求特区政府 14日内向他出示搜令 解释为什么 检走国伤之处的时候 没有通知他 并需要确认案件结束之后 要将国伤之处居还给他 警方回应传媒查询 说国安署是辞法庭搜令搜查 根据调查发展取证 是合法合情合理 又说会继续医法处理有关证物 包括在司法程序完结后的安排 近期因为感染流感 或者新冠病毒入院的人增加 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 医管局将会加派人手到急诊室认诊 以及在北大鱼山医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加开病房接收病人 也会加强支援院射长者 两号停报道 流感和新冠病毒夹击 染病的人持续增加 医管局说 急诊室求诊人数维持在高水平 每日有超过6,000人次 星期一更加去到超过6,600人次 内科病房入传率超过100% 今个星期 每日有大约1,200人入院 加一般情况多超过两成半 其中每日有大约400人感染新冠 目前有大约2,100个新冠病人留医 大部分是长者 两至三成人要闻氧气 但百分之一要插口协助呼吸 有些病人如果住了远 最短是两天时间已经可以住远了 但是很多时候 譬如有些病人增幅之后 令到身体有其他的问题 譬如有些电解质不平衡 譬如他的肝绳功能差了 或者他吃饭的情况差了 导致他有一些干水的情况 他需要回理的时间都会长一些 所以便会令到流转差了 医管局计划安排情况稳定的病人 尽快出院或者转到复康病房 加快病床流转 北大鱼山医院都有个感染控制中心 而那里我们也都在 在几个星期之前 我们也有一个病房 就是在运作中的 而我们未来就可能会加到一个病房 如果有些病人 譬如说他可能需要比较长 少少时间的康复 那么他不需要留在急症医院 那么他就可以安排到 北大鱼山那个感染控制中心 那里做一些疗养 医管局估计求诊人数会继续攀升 去急症身体医生也都要等久一点 呼吁病情较轻的病人 转到普通方门诊 或者施家医生求疑 尤其是电视记者 能不能停下来 卫生防护中心 为近前镜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做基因排序 发现近一半样本属于XBB变种病毒 政府回复立法会议员查询 卫生防护中心分析了 昨天都提前写 语牧 脑上工作室 冼精arde 需要更多人打球 语牧 深 短